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刚 本期视频我跟大家分享一道加重菜 番茄炒鸡蛋 首先我们准备熟透的西红柿两个 切掉地之后再切成大小均匀的滚刀块备用 可以稍微切大一些这样口感会更好 然后我们在碗中打入鸡蛋三个 再加入少许的食用盐 加入白醋一克 然后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备用 加白醋的目的是去除鸡蛋的腥味和增加鲜味 首先我们把锅烧热 锅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油滑锅 滑好锅之后将热油倒出 再加入少许的底油 油温四成热之后将打好的蛋液下锅 开小火煎一分钟将蛋液煎至定型 中途再将鸡蛋翻过来炒香即可 鸡蛋炒香之后倒出备用 然后在锅中加入少许的底油 将切好的西红柿下锅开小火翻炒几下 然后加入番茄酱5克增加番茄的本味 翻炒均匀之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开小火烧一分钟 一分钟之后开始调味 加入食用盐一克 加入白糖一克平衡酸味 将番茄烧软之后加入适量的水淀粉 把汤汁勾成薄芡 勾成薄芡之后再加入少许的明油 最后将煎好的鸡蛋下锅翻炒几下即可出锅 一道美味多汁的番茄炒蛋就制作完成 下面开始番茄鸡蛋的技术总结 第一 由于现代西红柿生长周期过短 加入适量的番茄酱可以增加菜品的香味和橙色 第二 在蛋液中加入少许的白醋可以让鸡蛋更加鲜味 第三 不喜欢太多汤汁的朋友可以省略加水勾芡的环节 西红柿炒蛋的技术总结完毕 关注头条号美食作家王刚 这里总有一款属于你的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